大家好,美国又内讧了,又闹起来了,甚至有点乱的迹象,主要的原因就是1月6号这个特殊的日子,说实话时间过得真快,国会山之乱已经一周年了,在1月5号的晚上,佩洛西带领着国会的议员,在国会山前进行守夜,佩洛西的意思就是守护美国的民主,守护美国的安全,守护美国人民的平安, 让类似的动乱不再发生,民主党的议员显然都去了,共和党也有两名议员去了,目前共和党正在围剿这两名议员,说他们背叛了共和党,投靠了民主党,他们是辩解者,同样的,拜登也发表了一篇讲话,措辞非常的严厉,用美国媒体的话讲,拜登这个措辞不但严厉,而且强烈, 还恶毒,还有很多的脏话,当然这是共和党媒体说的,共和党媒体说呀,如此下作的措辞并没有给外敌,没有给这个阿富汗,塔利班,也没有给萨达姆,反而给了美国的前总统,拜登失和居心的。 那么拜登的措辞啊,大概就先说,国会山之乱的时候,川普呢,坐在办公室里看戏,他不出来制止,这种破坏美国的民主,破坏美国人民安全的行为啊,川普坐在办公室里,和看戏一般,熟视无睹,一点也不重视这个事情,他不但失职了, 而且还背叛了美国的国家,总统背叛了国家,这个就像我们说的一个段子,就是陛下何故谋反,这个皇上啊,你凭什么谋反呢? 这只能说明啊,这个皇上啊,被架空了,被太阶架空了。 那么拜登还讲啊,这个川普,他还发动了这场叛乱,这是一次武装的叛乱,这就是要推翻美国的民主,破坏美国现行的制度。 那么他还嘲讽川普,川普是个前总统,是一个被打败的前总统,川普是一个失败者,没有资格在这里没完没了。 同时呢,副总统卡马拉·哈瑞斯也发表了讲话,他说呀,国会山之乱和日本偷袭珍珠港,还有呢,这个911相提并论了,甚至啊,他认为,这比偷袭珍珠港,比911还更严重的事件。 哎呀,这个国会山之乱,真的这么严重吗?这不是佩洛西口中的风景线吗?到他们嘴里,怎么就这么严重了呢? 哎呀,这明明是一个美丽的风景,反而啊,给川普扣上了如此大的帽子。 同时呢,拜登还讲啊,这个川普啊,要为此负责任,对吧,他们早晚啊,会追究到川普头上的,当然拜登啊,说的比较隐晦。 这个让我想起啊,当年川普大骂奥巴马的情景啊,就是狗咬狗啊,一嘴毛,互相撕来撕去吧。 呃,面对着这种痛斥啊,川普当然很不高兴了。 首先,川普发了一个声明,这个声明呢,啊,叫做,呃,拯救美国。 那么,川普说啊,拜登讲话,对很多人来说,是一种伤害,他试图通过操纵选举,来阻止和平移交。 看看这些数字,真的有人认为,拜登在摇摆州的城市,用黑人人口,击败了奥巴马吗? 也就是说呀,拜登拿到的黑人票,比奥巴马还多。 川普呢,质疑这个啊。 呃,川普还讲,他会在19个领头羊线中,失去18个,在27个不确定的众议院竞选中,失去27个。 但却奇迹般的,在没有任何支持的情况下,获得了美国历史上最多的选票。 他会失去佛罗里达,俄亥俄,爱荷华,尽管这是前所未有的。 呃,他散布了四年,我和俄罗斯的谎言网,试图推翻2016年的选举。 现在呢,他又在如何干预2020的选举上撒谎呢? 大型科技公司被非法利用了。 这个川普还有川粉,一直都说嘛,一个是邮寄选票,二一个就是统计选票的软件。 民主党主要是在这两方面做了手脚,所以呢,一直质疑大型的科技公司。 再加上推特封了川普,对吧,川普啊,对这些大型的科技公司啊,更是讨厌。 那么川普说,这些选票是从哪里来的呢? 在乔治亚州,刚刚公布的是,他们卖10美元一张选票,或者是在宾夕法尼亚,亚利桑那和威斯康辛。 他们表现得好像他受到了伤害,但我们才是受害的人。 美国正因此遭受痛苦,边境问题,创纪录的通胀,屈辱的阿富汗投降。 美加伦汽油5美元,甚至更高的价格。 空空如也的货价和猖獗的犯罪。 美国是世界的一个笑柄,都是因为真正的这个叛乱,发生在11月3号,但是这是一个选举年。 那么米加共和党当选应该和我一起工作,来解决这个恐怖的拜登和民主党代搁我们的一切。 不要忘记2020年总统选举的罪行,永不放弃。 署名美国第45任总统唐纳德,第二G点特朗普。 川普还是没有放弃啊,不管是选举造假,还是其他的东西啊,这是否意味着川皇要重新归来呢? 是否意味着明年中期选举,川普正如他所说的,他要去选中议员,然后带领共和党拿下中议院,他做佩洛西那个职位。 一想想啊,他当做了佩洛西那个职位,两个八十来岁的老头,天天打架,天天在国会吵。 没有川普的日子啊,我们还是比较寂寞的啊,有川普的日子啊,会更加快乐。 一想想啊,明年,川普和拜登啊,要在国会打架了,想想还是比较耀眼的啊,想想还是比较快乐的,所以很期待这个场景。 同样的啊,正赶上啊,1月6号,这个,对吧,哈萨克斯坦之乱啊,所以呢,美国的民众啊,当然主要是共和党的支持者,也强烈的质疑这个民主党啊,说民主党呢,非常的双标。 譬如啊,这个福克斯新闻电视制片人,呃,就发了这个哈萨克斯坦动乱的一些啊,照片,那么在推特上啊,用这些照片质疑民主党,对吧,你说1月6号,呃,这个是动乱,那这是什么东西呢? 对吧,你看啊,这个哈萨克斯坦,你看火光重天,这个,这个大楼都给烧了啊,呃,还发了一些阿拉伯之春的照片,对吧,一致的在质问民主党,这叫啥,这叫啥,这叫啥,啊,难道这不是反政府叛乱吗? 而且烈度这么大,啊,那这是什么东西啊,呃,这个内部人士的撕逼啊,内部人士的质问,往往更有效果啊,对吧,就包括我们之前说这个香港,对吧,包括之前说太阳花,这叫啥啊,这不叫非法抗议吗? 对吧,你像我们呀,始终的质疑,不停的质疑,未必会起到特别大的效果,更多的是广大网友,广大粉丝呢,心里的一种共振, 但是共和党的这种质疑啊,显然质地有声,铿锵有力,也显然是更有意义的,而且啊,民主党,对吧,在这个颜色革命当中啊,一直在持续着双标的做法,那这个东西啊,必然会反噬到美国的,就像以前说的啊,民主党不管是在香港,还是在世界的其他地方,鼓动各种的反政府的这些动乱等等,每一次鼓动呢,对吧,他都认为啊,这是人民的自由啊,人民有抗议权,人民有推翻政府的权利, 包括民主党的媒体,你天天这么鼓动,天天这么鼓动,你美国民众也能看得到的,美国民众看到了呢,最终就引发了国会山之乱,国会山之乱啊,虽然被镇压下去了,那你看看,你看看穿粉,你就看油管这些华语的, 那多么愤愤不平啊,那多么生气啊,对吧,都认为,呃,拜登偷走了美国的民主,那他认为啊,我们就是有这个抗议的权利,包括袁腾飞讲的,人人吃枪,他才不乱,美国民众为什么有枪啊,对吧,就是碰到这个,哎呀,这个暴力的,独裁的政府,他们可以,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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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不过这个拜登还批判川普,说国会山之乱呢,川普带来了美国民众的撕裂,而且这种撕裂还在加剧,同时又用了很多非常严厉的措辞,批判川普啊,撕裂了美国,那么让美国变得不团结,但事实上呢,拜登1月6号这次讲话,用了这么严厉,甚至啊,带有恶毒的措辞,去批判川普,对吧,其实你批判的就不是川普,包括川普的支持者,难道这不就是在撕裂社会吗, 所以一方面批判别人撕裂社会,那么另一方面呢,自己在加剧撕裂,这样的话,川普包括他的支持者,显然反弹,反抗,也会更加的激烈的啊,所以啊,呃,拜登真想团结美国,显然不应该是这种做法,包括他和哈里斯的这些讲话呀,反而进一步的加剧了美国社会的撕裂,归根结底吧,不管是拜登,卡玛拉哈瑞斯,还是这个老腰盆啊,少做点秀,做干点实事啊,反而是最有实际意义的, 呃,同样的啊,从美国的经济状况来看,对吧,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,越来越严重,对吧,那么民主党呢,主要是在东部和西部沿海地区占主导地位,共和党人,在人口稠密的广大内陆地区占,啊,这个主导地位,也包括人口稀少的内陆地区,其实这就是美国经济的撕裂嘛,对吧,经济的撕裂啊,必然带来 思想上的撕裂,思想上的撕裂加剧了,也就有了川普的上台,有了国会山之段,同样的啊,这个民主党啊,呃,继续这么搞下去的话,继续加剧撕裂的话,那显然,社会的撕裂呢,就会越来越严重,呃, 嗯,那么,这个马丁雅克啊,最近也讲啊,川普的回归啊,迫在眉睫,迫在眉睫,那我们就期待着吧,这个特不靠谱,如闪电般的归来,呃,对吧,川普回到白宫,嘿嘿嘿,呃,用川普的话讲,你们今天跳得欢的啊,这些民主党一个个的,有的你受,这也不夸张,对吧,川普重新归来之后啊,那显然,对民主党也要有一个清算的, 甚至说这个清算的手段,不会缓和下来的,对吧,显然啊,这个清算的手段可能会更加的直接,也会更加的严厉的,凡是就这个样,像弹簧一样,你压得越紧,它崩的呀,也就越快,呃,那好吧,我们就看戏吧,期待着美国呀,进一步的内讧和撕裂。